好那首先很開心能夠邀請你來跟我們進行這個小路台股實戰的APP的訪談 因為我相信你是很早期就開始訂閱我們的APP的學員 那在經過這一段時間的歷練當中 尤其今年的股市說真的 你應該也可以感覺到其實不太好操作 因為大盤整年度幾乎都是下跌為主 那我們想要說在這麼不好操作狀況之下 還是想要來訪談一下我們的這個 早鳥的學員在一整年的一個操作上面有什麼樣的收穫 那我們今天想要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在使用小路台股實戰的APP的這段期間當中 你整個操作的流程是順暢的嗎 或者是問說你操作的體驗是舒適的嗎 今年的操作是獲利的嗎 你的想法是什麼 主要是我從剛開始就是小路推出499的時候就加入了 然後那時候剛開始進去的時候就是 APP當然剛開始有點不流暢 然後但是我們就是有這些學員有透過群組的方式 就是有跟你們做溝通聯繫 然後也有就是線下的那種說明會 然後在中間就是有請問我們說有什麼需要改變的地方 然後我們提出來基本上我最近發現就是APP的流暢度已經跟剛開始比起來已經非常非常好 就是剛開始可能會有一些卡頓啊或是什麼的 然後現在的話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流暢 然後最近也有前陣子吧也有加入那個podcast 不像之前還要先連到另外一個網頁然後去做podcast 現在是內建就有podcast 然後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它裡面有個VIP的社團 那VIP社團就是小路 我們基本上每天都一定會幫我們再篩選一次 就是可能拿幾檔是比較好操作或是建議的 然後也會有一些文章可以幫助我們就是說 如果我們真的沒有時間去看盤或是去研究的話 基本上晚上只要打開APP看一下 然後隔天開盤掛個單可能就直接去上班了 然後下班之後就看有沒有成交 因為如果有成交的話隔天看看要怎麼操作 所以其實是省下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而且你以499來講說其實是蠻划算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可能比如說買個五六張啊 基本上獲利就超過499了 其實對於APP來講的話你應該有操作一段時間 然後因為你也提到了一開始操作可能有點卡頓 那慢慢的其實也都獲得了改善 整個APP的流上度是有提升的 那在今年的操作當中 你有沒有記得哪一些印象比較深刻 你有操作到的個股? 你有印象嗎?比較深刻的 印象有一個是好像是上海營吧 我記得是我掛開盤 然後我盤中就想說我的手機怎麼一直跳通知 然後原來他已經在盤中漲了5%還6% 然後已經達到我的停力 所以那時候就盤中就直接出掉了 所以原本想說可能要放個一兩天兩三天 沒想到盤中就直接達到停力一邊 然後直接出掉 OK所以這兩個股應該還蠻驚訝的 因為一般人對於銀行股的想像 可能會覺得說波動度沒有這麼的大 但結果上海上一天就達到停力點 其實還蠻驚訝的 也是一個還蠻不錯的體驗 沒有錯OK 那你在使用我們小鹿台股山的APP之前 跟使用APP之後你覺得你的操作模式 跟之前有什麼樣很大的不同嗎 我覺得最大不同就是我下班審缺很多看盤的時間 然後也審缺很多就是研究個股的時間 像就是從那麼多張股票中 然後去小鹿APP就可以直接看到 比如說剩幾十檔篩選到剩幾十檔 然後我只要再從這十檔篩選幾個 自己覺得比較可以操作的去做操作 基本上不會有太大的風險 也不會浪費我很多時間去做研究 因為畢竟我們大家都不是全資交易者 就是如果以正常上班族或是學生來說 其實是蠻適合的 沒有錯省時間真的蠻重要 其實這也是我們推出APP以來的理念 就是我們幫大家快速去篩選好三套有效果的邏輯 然後幫他把他丟到APP裡面 讓APP裡面快速每天幫我們進行一個篩選 那同學們在針對上述的個股 符合SOP的或者是你有興趣的 在一座進階的篩選 其實就非常非常的有效率 那我們最後一個問題想問說 那你使用的APP這麼久一段時間當中 你覺得APP裡面有沒有什麼樣的功能 是你期待他未來再加入或者是再繼續改善的 我覺得內容專區的部分其實已經很完整 然後影音基本上每天都有啦 就是如果真的是蠻豐富的 以499或是不管是一般可能大家買是799還是699 這個價位來說其實已經算非常非常的划算了 然後不知道未來有沒有機會會推出類似可能 盤中選股的邏輯 盤中選股的話會比較有興趣想要試試看 好的好的了解 所以因為我們目前的選股邏輯 大部分都focus在盤後對不對 就是我們盤會run一次 然後比較缺少盤中即時選股操作機會 所以你會更加期待的是未來除了有盤後之外 還有一塊可能是盤中的專區 讓盤中想要操作的同學也能夠有一個參考依據這樣子 對okok 這樣子就可以可能之前很多人可能訂閱其他的app之類 就可能之後就可以從轉到小鹿這邊 就不用再訂閱那麼多 然後每天要看不同的app 了解了解ok沒有問題 感謝你的一個訪談哦